左褲下方肋骨里面疼痛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高伟东 西安市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左褲下方肋骨里面疼痛 看看疼痛是伴随的症状 又伴随什么样的症状 比如说伴随的症状 是在活动的时候疼痛为主 还是在静细的时候疼痛为主 如果活动时候疼痛为主 那么可能与胸臂软组织 或者肋骨骨膜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是静细下的疼痛 那么要看有没有伴随心慌 心前去的压榨 以及咳嗽胸梦等一些症状 如果合并约这样的症状 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心脏和肺的疾病 尤其是这个隐性的心脚痛 隐匿性的心脚痛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心电图的检查 或者是胸部的X线检查 来排除一些重要器官的一些病变 主要是一些心脏方面的原因的一些 引起来的这个疼痛 同时呢我们要排除肺以及胸膜病变 引起来的疼痛 如果排除了肺和心脏的问题 那么就考虑使胸臂软阻的一些疼痛 引起的原因 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对症的 实时的处理 如果疼痛的症状比较重 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口服之通剂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能够用到的这个 不落风换湿片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口服来缓解这种症状 如果疼痛不重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观察 或者是局部的这个热敷 来进行一些处理和观察 如果疼痛不能够缓解 那么我们再去医院找医生 进行一些特殊的一些检查 来判断疼痛的原因 来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